长期停在这边 现在换的特斯拉 白色Model 3停在转角处 车身的左后方摆了四只三角锥围着 车子插的充电枪陷入从外墙 这一处充电桩拉过来的 还装了一个充电桩 有够夸张的 占地为王的概念 真的是有够齿 充电桩安装在民宅侧边的外墙 车主遭指控占地为王 占用巷口停车充电 而这地点在高雄前京区自强路 巷子转角是一间诊所 院长的电动车停在转角处 惹来附近的住户抱怨 说以前汽油车这样停 换电动车也这样停 因为实际上它是没有画红线 也不知道不可以停就对了 不晓得 重回现场违规的电动车 停在对面路边车阁 没多久又被开走 诊所致歉 虚心受罚 未来会遵守法规 我们照规矩了就好了 人家既然检局了 不停了我们就不也停了 白色自小客车 违停属时 处罚新来V600至1200罚房 有些购买电动车的车主 会在家中安装这样子 慢充的充电桩 而多半他们的使用方式 都是在下班之后 睡觉的时间来进行充电 到隔天一早 大概可以达到80%以上的电力 电动车充电需要时间 居家慢充低电力加到80% 大约需要8小时左右 快充站只要30分钟 但相对住家慢充 比超充便宜很多 慢充民生用电一度3至5元 快充站一度电10块钱 哪怕是电力还有60% 我们可能会把它充到80% 如果使用快充的充电站的话 会这个费用是蛮昂贵的 其实坦白讲就很像会跟 有车的差距就会比较小了 电动车快充慢充 一个省时一个省钱 看使用者的习惯 但是占用道路充电是违规 绝对不可行 东森新闻 黄小琪 杨锐民 吴国珍 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请不听 你好 谢谢大家